画面中可以看到 爆炸瞬间火光冲天 紧接着一朵黑色的蘑菇云 从中窜起 景象颇为吓人 远在几百公尺外的民众 都能感觉到爆炸威力 并发出了惊呼声 这起爆炸发生在 浙江宁波周山港 北轮第二货柜码头 时间是9号下午1点40分左右 第二货柜码头 一艘动名轮船 大陆央视称 属于台湾扬名船公司 船上装载的过境危险品货柜 发生的爆燃 导致货柜起火 而从承缆业者群组 传出来的讯息 指爆炸起火的船名 叫动名轮航线CGX 刚开始发现 船头甲板农业冒出 当班的人员 立刻通知了大富汗码头 初步勘查为5.2危险柜 发生了自然爆炸 消防队要求 所有的人员 撤离到码头安全处 经清查 全船的人数均安全撤离 而宁波市海上搜救中心 立刻启动的应急预案 指派了海巡艇赶赴现场 实施警戒 并协调港口消防部门 指派了三艘消防托轮 和岸基消防力量 开展了应急处置 经初步核实 目前码头工人和船员军安全 无人员上网